新北市教育作業系統 執行教學光碟 那我們把 光碟的ISO檔掛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執行 假設我們要安裝 是這個setup 開始是這個 那如何執行呢 請你先確認一下 是不是用Y來開 如果是的話 可以 就直接可以點選 那如果不是請你確認一下 屬性裡面以此開啟 請你確認他是Y來開 那基本上目前我們的系統 98%以上的 教學光碟執行都不會有問題 好我們就來試試看 按右鍵 我們確認他是以Y來執行 經過一小段的等待 因為教學光碟他啟動安裝 本身就需要一點時間 那你會看到我們會把Y 跑起來 跑起來之後基本上就和你在商業軟體上面 執行教學光碟 沒太大差異 好這個時候我們就已經把教學光碟 安裝起來了 跑起來不是安裝起來 那這個畫面就是你 跟你在商業軟體上面看到 的教學光碟 一模一樣 那如果你要安裝就選這一個 如果要執行就選這一個 好我們來做一下安裝看看 進行安裝下一步 什麼都一樣 下一步 下一步 好這樣很簡單的你就可以把 教學光碟 安裝成功了 那如果你要執行 直接 執行 關閉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你 跟你在商業軟體上面做的一模一樣 我要看 下一頁 這區間放大一樣可以 都可以用 全螢幕 四格放大 這邊可以好幾格 好這邊有設定 基本上 沒什麼太大差異 所以你可以按照你自己 想要怎麼去做 我要看 第三單元 點進去 一樣 所以 我們新北市教育作業系統 一樣可以 正常執行 大部分的教學光碟 如果你有遇到很特殊無法執行的 請你再聯絡資訊組 我們再看看 如何來克服 或者是請廠商 稍微改一下 其他寫軟體的時候 不要針對商業軟體來寫 這樣就可以正常的執行我們 的教學工作 要離開就選 離開 要不要蠢不蠢 這樣子 一樣我們就可以 進行我們的教學工作